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 开启了香港游乱倒置的重大转折 近日来 特区国安委、律政师和警务处 国安专职部门依法成立并展开工作 行政长官开始依法指定国安案件的审理法官 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公布真效 驻港公安公署的成立 落实了香港国安法关于中央政府在港设立维护国家安全机构的规定 所有这些标志着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执行机制 以基本形成 胜利驻港国安公署 是中央政府履行维护国家安全根本责任的重大举措 国家安全本属中央资权 中央有权利也有责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维护国家安全 基于对香港特区的充分信任 中央授权特区管辖绝大部分案件 中央之所以保留特定情形下 对极少数违害国家安全的管辖权 旨在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守住底线 驻港国安公署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 在香港定会严格依法履行职 依法接受监督 不会侵害任何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 他是香港安全的使者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今天的香港 已经告别国家安全不思房的历史 我相信 有香港国安法保驾护航 有驻港公署和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机构 携手努力 伪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 一定能够得到有效 防范 制止和层治